建议 我建议你晚上七点以后不要再吃东西了 健身房 在健身房运动可以得到专业的指导 键盘 我的键盘进了水,得去买个新的 讲究 中国人喝茶很有讲究 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茶 教训 老王把小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交际 他虽然不善于交际 却有不少执行朋友 讲座 下午两点半 在图书馆有个关于健康的讲座 降落 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了浦东国际机场 酱油 听说酱油吃多了,皮肤会变黑 这是真的吗 交换 交换 他们交换了各自的联系方式 跟您放着